我们经常说AI人工智能 经常说ChatGPT 咱们国内有类似于ChatGPT的产品 你比如这个百度的微信一言 阿里的什么 同意签问 华为的盘古达模型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这些吧 今天咱们就聊点大家不知道内容 咱们都知道 做人工智能比较厉害的公司 基本都在美国 咱们国内的公司也是紧随其后吧 你知道做AI人工智能 最需要什么硬件设备吗 想要做人工智能就离不开高性能的加速显卡 更准确的说就是高性能的GPU 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就是数据 算法还有算力 这三个因素就是缺一不可 数据咱就不用多说了 咱们这么大的网媒数量 就是网络数据 数据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算法也可以通过技术人员去写 可能算法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可以一点点的优况 最后咱们就说说算力 算力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GPU它是人工智能算力的一个支撑 说白了它就是芯片 我们普通人都知道 美国在限制出口 我们高端芯片 但是你肯定不知道 限制出口我们是什么芯片 对吧 这其中就包含了 人工智能不可获取的高性能的显卡 在去年8月份吧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对英伟达的什么A100还有这个H100两块的GPU实施的禁令 就是A100和H100这两个芯片就是不得销售给中国企业 这两块显卡对于做人工智能特别特别重要 你知道现在这个A100和这个H100这两块显卡一块多少钱吗 你们不做芯片的话应该不知道 我是做服务器回收的 时不时就会遇到这种显卡 也经常有人找我们要这种显卡 说实话 现在市面上这种显卡特别特别少 但是需求量它是惊人的 即便有也是在为限制进口一钱买的 或者是通过其他就是不可告人的渠道购买的 大家都懂 A100显卡在国内差不多就是12万一块 据朋友介绍 他们可以通过香港不可告人的渠道 可以就是1.2万美元可以买到 当然了 加上什么税费估计也得10万以上了 咱们再说说这个H100显卡 这块显卡就更贵了 更高端了 一块得30多万了 当然了在很多时候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还得有才行 对吧 现在这种高端显卡是唏唏最远 在国内想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知道这种高端显卡的价格以后 是不是就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搞人工智能那么烧钱呢 一般的公司真搞不起 在国内也就是那些有实力的互联网大厂才能玩得起 中小公司也只能是用用人家开放的一些云服务 搞人工智能动不动就需要几万块这种高端芯片 你算了多少钱 对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科技矿人马斯克 马斯克经常说问他这个在有一次采访的时候透露到了 推特采购了大约有1万个计算GPU 这1万块GPU大概是多少钱呢 都是总价肯定在1亿美元以上了 换成人民币就是10亿左右了 再比如说 微软还有那个 Oracle在最近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人工智能 还有什么运营服务购买了这个数万个 这种英维达的A100还有这个H100GPU 这种实力啊 这是一般公司呢 也只能看看了 现在咱们股价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了 对不对 由于美国的禁令啊 对先记得刚才说呢 A100还有这个H100都是禁止向咱们股价这个销售的 英维达他不想放弃这么大一块蛋糕啊 所以呢 他们也是为了躲过这个禁令吧 英维达也是特意为咱们股价 针对咱们股价就是特制研发了一块 严格版的这个这个这个A100的芯片 那就是他起名叫A800 A800 同时呢 英维达也为这个H100开发出来 也是严格版的产品啊 它是命名为H800 也就是说啊 专门为咱们国家定制做的一个A100的降级版 就是A800 还有H100的这个降级版的就是A800 当然了啊 这性能肯定是大胆降低了啊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公司来说啊 它有总是比没有强 对吧 很多大公司啊 都是还是在用的 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H800啊 这块H800显卡 正在被国内的什么阿里啊百度啊腾讯啊 等这么中国科技公司啊 就是在云计算部门 它都在使用的啊 所以说啊 人无智能啊 它离不开大模型的训练 大模型的训练呢 它离不开大蒜力的支撑 在国内啊 越来越多的这大模型产品的出现的 当下就是 蒜力必须的跟着取消的增长 它包括什么GPU的芯片呀 服务器呀 云计算呀 还是什么数据中心呀 等等吧 这些行业啊 在未来几年间 肯定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当然了 这核心呢 还是GPU的芯片 这是根本呀 你不可能永远被别人卡脖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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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